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耶稣透过对法利塞人的教导 也提醒许多我们后世这些跟随主的人 比如说耶稣提到说 不要称呼在地上的人为什么样的父 什么样的师父 那意思当然不是说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但是我不要叫我爸爸 说爸爸我不要叫他爸爸 不要叫他弟兄 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尊荣一些人 我们说这个人是我属灵的父亲 那个人是我的师父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当然第一 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去尊荣一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影响我们的人 我们尊荣他 这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需要从动机里面去看 第一就是 我是不是很喜欢别人这样尊荣我 我是不是很看重说 有没有那个位分 别人是不是见到我都说 这是我属灵的父亲 而我们这些带别人的人 求主施恩 奉主的名祝福你 我还是要说 求主恩待我们都成为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为主带门徒 但是带什么样的门徒呢 带主的门徒吗 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讲说 使人做主的门徒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是 带成是我的门徒 我们就要谨慎了 求主施恩帮助我们 第一恩待我们不随便这样去说 这是我的属灵的父亲 这是我的师父 求主帮助我们更谨慎在这样的世上 免得把人堆到一个以人为荣的一个位置上面去 而另外一方面更需要被提醒的是我们自己 我里面会不会很期待别人这样叫我 别人这样称呼我 别人说这是我属灵的爸爸 这个是我的师父 求主恩待我们 有一位在二十世纪末 二十一世纪初 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位属灵的仆人 他的步道在非常多的地方都是带领很多人行出 有一次他们来到我们的城市 我们邀请他带领一个很大的特会 他要上台说我们欢迎欢迎他 欢迎他上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 他上台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弟兄姊妹 在聚会当中 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很诚实地说那一次的那个特会 他到底讲了哪些信息 我已经不太记得 可是他做的这一件事 在聚会里面带着所有的弟兄姊妹 一起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他做的这一件事情 深深地影响我 耶稣不是说不要叫地上的人做爸爸 是说我连我父亲都不这样的 不是 耶稣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我们不要以此为荣 以人给我的荣耀 我享受在那种 哇这个人说他是我的属灵的父亲 我在享受那样的感觉 而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很谦卑地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后 这次一定会给我们的荣耀 我捻了 我们必要知